白雨花瓶 原料 萝卜 先选一个白萝卜 然后把上下口去掉 大约15厘米一段 然后手刀修出花瓶的形状 大型修好以后再细细地把它调整好 上口比较细 这样一刀挨一刀都来修就可以了 修得比较光滑 另外四周都要对称 它是个圆形所以一定要对称 底部再好好修一下 然后把上下口给它圆 圆一下 屏口的那样圆 下口也是一样 上下口一定要在同一个圆形下 上下口调整好以后 再把底部再好好调整一下 出来一个圆 上口出来一个圆 用微型刀搓一下 大号的油型刀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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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口也是同样的方法 留着大约0.5厘米左右的一个距离 留个芽 然后再用刀 手刀把它先捏上 把它先捏好 不要出篮 然后用幽型刀 把瓶口 挖出 再用小号的幽型刀搓出 瓶口的波浪线 然后用幽型刀搓出 在脖的地方搓上兩條裝線 下口這個地方也搓上兩條裝線 然後在兩條裝線內 把整個花瓶分成兩個分 然後在一面用圓圓先換個圓 然後用微星刀搓出兩條裝線 然後用屏面的地方上一條裝線 上一條曳光了 合成圓圓圓圓 然后再用 右行刀 在中心圆心位置 钻一个小的圆柱 再用最小号的右行刀 像磕大类花的方法一样 磕出一个花朵 先去掉一点水料 然后搓出花瓣 花瓣逐渐加大 像和磕大类花的方法相同 磕满 把这一圈都磕满 装饰线之内都磕满 那么这花还可以磕一些别的花 比如磕个牡丹啦 或者磕个月季啦 都可以 大类花是最简单的 好 那么另一面同样的方法 再把它磕出来 选一块半圆形的原料 做花瓣耳朵 然后把它修成两个半圆 一大一小 这种形状 然后用微型刀 上面搓出微型的槽 搓好以后 用三号的幽型刀 在大圆上面钻一个圆孔 把肥料去掉 小圆的少去一些 然后再用最小号的幽型刀 在旁边钻上圆孔 均匀的转上几个就可以了 均匀的转上几个就可以了 这样就行了 然后把它从中间切开 然后再取一个圆形的原料 做一个环 把中间的原料去掉 然后也是从中间把它片开 然后把它修圆一些 然后把磕好的耳朵和环 安在平体上 选好位置 用牙筹固定 这样这边就按好了 然后这边也给它按一下 两边基本要对称 这样这个画屏就看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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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鱼 原料 萝卜 首先选一块原料 这种半圆而选的原料 然后用刀 切掉两刀 做出鱼头的位置 这是鱼头的位置 然后用三号优形刀 在可以演练的位置上 转一个圆柱 然后用手刀把周围的肺料去掉 让眼睛吐出出来 过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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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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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